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是最近全台湾很关心的一个题目 以桃园地区的新冠肺炎的疫情来讲 好像是有破散 不然的话它不会去管制那么多人的居家隔离 从我们洛桑预防医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应该从去年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注意这样的问题 从我们的诊所开始 因为我们既然讲预防医学 我们预防医学就是希望说 第一个这个病毒不要侵入我们的身体 不幸侵入身体的时候 我们身体可以预做哪些事情的预防 可以让这个不要去繁殖 去伤害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基本上一定会做一些措施 不然的话我们就是 往为是一个预防医学的一个角度 我们并不像医院里面 只是一直在等待这个疫苗 去打预防针的方式 去等它身体产生抗体 来看看是不是可以对抗这个病毒 因为这是属于比较狭窄的 比较属于消极的 我们都认为说 一个病毒一群人在那边 为什么只有它感染 我没有感染 我感染它没有感染 所以一定有很多 我们身体里面很复杂的因素在里面 那其实我们从预防医学的角度 很早就知道了 我们身体本来就是一个有机体 我们的病毒它也是一个有机体 它这个有机体会在我们这个有机体里面 找到它可以生存的环境 一定有我们这个环境 有它需要生存的物质 我们身体里面不是只有传来的病毒或细菌 才有这个生物体 我们身体里面本来就有很多的细菌病毒 跟我们是共生的 呼吸起来可能对我起来走 是跟我们共生的 所以我们本来这个身体里面 就有细菌病毒在跟我们在一起生活 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本来就有一定的角色 这些角色来讲的话 我们如果从这个新陈代谢的角度也好 从免疫的角度也好 他们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只是我们并不知道说 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它要怎么去发挥它的一个角色 可是呢 对我们身体来讲 我们原来具备去维持我们这个身体环境平衡的 一个自我修复的功能 最重要就是我们血液循环要好 就路要通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把很多的这个代谢物 把它的毒性降低也好 或者说我们外来的东西 把它毒性降低也好 然后把这个毒性降低 我们产生的废物 这些毒性不该进入我们身体身体的 那我们要赶快排出去 所以这个解毒排毒的功能 本来就是维持我们身体 机能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在这个解毒排毒的过程当中呢 细菌病毒也都有扮演它一定的角色 当然我们免疫功能 我以前跟大家去分享过 我们的免疫功能就像警察跟军队一样 坚强一点的外来的敌人 我们可能要用到军队的方式去处理 那我们内部的一些小问题 像小偷强盗 对不对 我们可能用警察去处理 我们必须免疫功能本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这一次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 它是属于外来的好了 它像是一个外国来的敌人 那我们就要增加我们军队的 这样子的一个战力 我们才能去对抗它 那我们怎么去增加战力呢 我说过 第一个 你要养一个很好的军队 你的内政一定要好 国家一定要有钱 你才能买很好的武器 你才能蓄力很好的人 像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免疫功能的加强 在这个部分 那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在我们的保养的疗程里面 本来就有增加免疫功能的部分 增加免疫功能 我说过基础建设 我们的静脉的业色是帮助把这个 血液循环的基础建设把它弄好 我们的静脉点滴里面呢 就有促进肝脏的解毒 跟促进肾脏排毒的这些营养素在里面 把我们身体的基本的环境弄好了 我们才有机会去补充任何的东西 或者是用任何的处置 去加强这个免疫功能的效果 譬如说我们会把身体里面 自己的这个生长因子 用很多的生长因子 也在帮忙这些所有的器官组织 去修复也好 去促进维持它的功能也好 但是呢 有时候你会并不足够 那我们需要用加强的方式去做 那我们就会把个人的这个血抽出来以后呢 去把你的生长因子浓缩到某一个浓度 这就是我们在生长因子的处理过程当中 浓缩到某个能度 我们就去打到跟你免疫功能有关的器官 那我们免疫功能有关的器官 我们的背后的膀胱筋是有很多的穴道的 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们去年为了去预防这个新冠病毒 很多的客人会害怕它的免疫力不够 我就会把它的这个生长因子呢 去打到它后面膀胱筋 跟我们免疫功能有关的穴道 尤其是肠胃道的穴道 一个是我们所谓皮疏穴的这个穴道 一个是胃疏穴的这个穴道 它这个膀胱筋很大的一个穴道 第一个我们会打那个部位的原因是 那个部分的肌肉是很厚的 我们讲说它膀胱筋 就像我们长江黄河一样 那我们当然从长江黄河的这个作用 把它调节了以后呢 它就会去调节其他的这个支流的部位 这个膀胱筋就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管是解毒排毒也好 非常非常重要的部位 那它也是一个枢纽的部位 从这个皮疏穴的角度 跟胃疏穴的角度 我们把这个生长因子刺激进去以后呢 它就会调节你的皮胃功能 皮胃功能好了 你的免疫功能自然就好 像这种情形 我们就会从这样的角度 从你的生长因子的角度呢 去帮忙你的免疫功能的提升 这个是部分来讲的话 我说过 除了我们把血液情况弄好 用我们的经脉雷射以外 那另外我说过 我们的点滴里面 有帮助肝脏的解毒跟肾脏的排毒 因为你只要把这个环境弄好了 你的身体基本上来讲 是一个很平衡 很干净的状态 事实上是没有 这个外来病毒的生存的空间的 所以即使你传染 它都不会在肉里面繁殖 因为可能没有它需要的食物 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其实不要说是外来的这种病毒 其实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细菌病毒 当你在某个部分的环境 如果不好的时候呢 很多的细菌病毒在这个地方会增生的 增生其实在处理你这个地方的垃圾也好 毒素也好 它其实本来这个是有机化的过程 就在做这个事情 意思就是说 当你某个部位细菌病毒增加的时候呢 我们从西医的角度认为是它发炎了 它好像就是敌人 我们就要用抗生素去杀它 事实上是你先有这个环境不良 你先有毒素的 先有这个垃圾的 我才要需要有人去清它 那我们清你垃圾其实就是细菌病毒的工作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要从有机体的角度来看 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它 所以呢我们常常把身体的垃圾清掉了以后呢 事实上你的细菌病毒就跟你是一个共生的关系 它需要它再出来 它不会增生它 它增生一定有它的作用 所以你基本上那个地方发炎 并不是因为细菌病毒引起的发炎 是因为你身上的垃圾 刺激了那个组织部位已经发炎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强调这里 就是我们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去看 我们这个发炎现象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从这样的观念去做思考 我们才不会去像医院一样 原来用血原来的方式去处理 用抗生素去把这些细菌把它杀死 而是说要去清垃圾 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 从我们洛杉瑜伐医学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说过 把自己身体的毒素排出去 把这个路弄通 把血液循环弄好 把你身体维持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呢 那你身体本来就是维持一个很好的功能 那你也不容易受到 我们中医讲外邪的侵入 像病毒就是外邪的侵入 它没有机会在那边生存 意思就是说 假设说我们一个大环境里面 大家都是善良的 是好人 大家都是互相去帮助 然后呢 这个环境的机能是很好 事实上任何一个坏人要进到这个地方来作乱 都不太容易的 我想我们即使看到一个 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身体其实也是这样子 对这种我们所谓的新冠肺炎这样子的 毒性那么强的 它会在这段时间 由于从去年开始 为什么全世界都 那一定有它的原因 只是这些原因可能不是从我们现在 西医的角度 或者中医的角度 那可以思考的 因为那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 我们很难从一个大的这样的范围之内 说为什么这个病毒会产生 为什么会对人类产生这样的伤害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题目和讨论的问题 可是回到我们预防医学的角度 对个人的角度 我会比较从这样的思考方向 去告诉大家说 赶快把血液喜欢弄好 如果说你担心自己的免疫功能不够 那我们要把解毒排毒的功能弄好 自己的身体弄成一个很好的环境了以后 即使你感染到病毒 它也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个破坏性的伤害 因为它可能没有什么生存的空间 那这就是我们洛杉亚预防医学 从免疫的角度怎么帮我们的身体 去把这个功能增加 这个功能增加的前提 要先把自己的环境先弄好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血液循环弄好 为什么要把这个解毒排毒的功能把它弄好 这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 血液循环 我们的这个解毒排毒 跟我们这个免疫功能的提升 其实是我们在做预防医学里面 最大的三个很重要的基础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基础的建设 跟我们平常基础的保养 就在这三个地方 我们要拼持就要去做 我们有一些加强 比如说有些人在去哪些功能不好 那我们可以从用生长因子的角度 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生长因子也好 还是属于胚胎时期 像日本的这个生长因子也好 它都可以针对我们的穴道的刺激的角度 来帮忙我们原来身体 可能有些地方比较弱的功能 或者是因为老化 引起的功能的退化 我们就可以刺激它 帮助把这个功能提升了以后 当然你的身体就会更健康 维持这个身体的功能就会更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从预防医学 这个维持的角度 跟很积极的触及的角度 我们就可以做那么多的事情 那这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 我跟其实很多的顾问在聊天的时候 甚至客人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说我们洛杉一出了三本书 如果大家去看说我是做什么样子的运动 或是我心态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调整我的心态 我该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我该吃什么样的食物 或该补充什么样的一样补充品 都会针对你身体不同的功能 它会去做一些调节 那在他的三本书里面其实都有提到 因为你既然是关心 那你就可以找到你想看的部分嘛 你务必从头到尾 比如今天好 我假设说我想要增加我的免疫功能 免疫功能 那洛杉一出的三本书里面 哪个提到免疫功能 我该做哪些运动 我该吃哪些东西 我该心态上怎么去调整 对不对 我觉得可以照他的梳理的方式去做 我是觉得大家既然是放长假 甚至关心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本来很基本的这个都要去做 这个都是他花了很多的心力跟时间 把它综合起来 但是不见得说每样东西 每个人都需要做他每一样东西 但是呢 我相信在他的书里面 一定可以找到你需要 可以去做的地方 不管其实从饮食的角度也好 从生活方式的角度也好 还是改善环境的角度也好 这些在他书里面其实都有提 各位如果说并不是想要更进一步的 积极性的对我身体去做一些处理 对不对 那当然我说过 每一个人他的身体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生活方式也是不一样 饮食习惯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产生的症状当然不一样 那这样这些问题 如果大家不会去综合做整理组织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来诊所做咨询 那我们的专业的医师 就会根据你个人的问题 可以去帮助你去了解说 你可能前面的哪些的 基本上的功能是不好的 或者说你的生活饮食 你的生活方式 甚至你的生活环境 是哪边是会影响到你现在的症状的 那你要去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这边可以帮你做什么事情 那你就可以来我们人所去做咨询 就会比较有一个综合性的 或比较专业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大蒜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会问的话 那本来就是你听的已经比较多了嘛 那你现在问大蒜有没有用来讲的话 其实你不管从网路上去查也好 书上去查也好 它本来就是在 他们所谓的 不管今天是五大超级书也好 十大超级书 二十大超级书 它都会在列在里面 而且它列是很前面的 那当然大蒜里面有很多的 非常非常多的物质 它认为是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 它有一些这个大蒜里面的物质 可以去调节你身体里面的一些环境也好 它本来就有这样的功能 而且几千年来 不管从西方东方 我们都把大蒜视为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调节性的一个食物 那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觉得大蒜处理的方式本来就很多 你可以去神吃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去泡某些东西来去使用 像我这个年纪六十五岁了 对不对 我觉得南瓜籽油对我是最有用的 那我就会把大蒜放到南瓜籽油去泡啊 而且这个大蒜的这个活性的物质 是在温度大概六七十度的时候最好啊 对不对 我就把南瓜籽油加热到六七十度 大蒜泡在里面的大蒜就会把它的活性物质释放出来啊 我既然要喝南瓜籽油我就顺便把大蒜的这个活性物质 跟我的南瓜籽油一起喝啊 像我每天有个喝二十细细啊 那我知道它里面的物质对我有帮忙的 基本上来讲的话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去使用这样的一个大蒜 用你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使用这个大蒜 我说在瘟疫的时代 基本上来讲的话本来就是鼓励人家去吃 吃属于大蒜之类的东西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药物 他认为说好像门前过来掺大蒜对不对 就好像可以把这个瘟疫挡在外面 甚至呢你已经生病了对不对 你拿不到什么药对不对 那你用大蒜的去处理 是不是好像对身体也有帮忙 这在古书上本来就有记载 所以不要怀疑大蒜的功能 只是你怎么去吃它 要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保健品而已 感谢观看